神聖的畫面 現在就由你手上交給我 這個是傑出人氣大獎智能理財 在香港傑出數碼品牌大獎裡 極馬王傑轉嫁獲獎 王河大合奏主持王錦康 何文傑 又到星期五的中午 1點2點有我何文傑和王錦康一起王河大合奏 我們上星期預告了王先生 極馬按揭轉介參加新城財經台的比賽 最後上星期在會展的電腦節裡獲獎 最重要是你們拍攝香港很厲害的電腦商會 這樣才搞得到一年一度的城市 當然要參賽 這個嘉許獎已經是十多年了 我只要登登登登登登拿獎出來 終於就戰敗脫蠻難了 新城廣的Facebook和Youtube 半重水重播都看到神聖的畫面 哇這個獎很厲害 現在就由你手上交給我 這個是傑出人氣大獎智能理財 在香港傑出數碼品牌大獎裡 極馬王傑轉嫁獲獎 厲害厲害厲害 最重要的這個獎的意義就是 他有調整的 因為他是講網上 網上又要加上人氣 網上就是電腦的東西 全部都是不經人手 通常網上就是貪血快 自動化 如果以我們三四十年前讀電腦的時候 那個世代 就是電腦可以取代人 尤其是有很多 尤其是對中介 中介 一有網上的東西 你就會死 你知道嗎 網上的交易 很多的行業 就沒得做了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做去中介化 很多的事都沒有了 沒錯 所以說網上的網上 你已經預算了 不用擔心了 但問題是 為何要加上人氣呢 如何在中間取代 其實我已經工作了三十年 這方面都 遲些有機會跟你說 為何我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報紙 大家都知道 大約四十年前 我開始做報紙 傳媒界 傳媒界第一個 為何現在的報紙 越來越淒涼 紫媒 越來越媒 就是有網上 網上是免費的 但有很多免費資訊 全世界的東西 以前我們就很簡單 四十年前 三四十年前 我只得住 那個newswire的機器 我已經全香港第一 知道了 明天早上 那些人會知道什麼事 因為newswire newswire在公司裡面才有 香港家人不可能有 因為那部東西很貴 在newsroom裡面 那你就只需要逆一下稿 就可以找到食 不單只找到食 直接讓香港人知道 先幾個小時 所以我們始終都有一些 那些工具找到食 這些叫做時間差 最早 路透社的路透 發明用飛鴿傳書 在歐洲 真的用白鴿來飛去倫敦 把倫敦交易的資訊 飛去歐洲 沒錯 所以你懂得養白鴿 你就發達了 路透社就是 養白鴿養起家 沒錯 那時候我們就有一個 AP Down Jones 全香港獨有 升到的時候 很貴買回來的 AP Down Jones 所以說 那個你搞定了 這個通訊社 你又是No.1 但現在你又指望 這幾個人No.1 個個都有Internet 比你更快 所以社會複雜很多 以前 港督府請了幾大編輯 進去談點數 搞定的了 不用了 晚上我看到路總經常聽電話 對 這些房屋白皮書 大家就談好了 這個輿論 我們一起又怎樣 沒錯 現在 真是一個可能 討論區的Post 可能點擊率 都隨時多過你主流門 沒錯 換句話說 一有Internet 這所謂叫做 因為電腦化 其實跟電腦有關 遲少少說 Internet 其實我很早已經玩了 當然 軍用的 沒辦法玩 第一步做出來 就在學府 學府 以色列一個學者 想著跟其他學者 共同 沒錯 沒想到這麼偉大的 他們想著 我們整班人呢 不是呀 我想到這麼偉大的 因為90年的時候 我不是在香港的時候 我靠Internet 那時候人都不知道什麼 Internet我已經用了 二千年的人才知道 其實我九年我已經用了 香港很前的 中文大學 很早就引用了互聯網 就是數據中心 到現在全世界都這樣做 現在擺到北極都是 所以為什麼那些人說 為什麼我不在香港 我都知道香港的東西 我90年代就說 傻的 你都小鬼看報紙 但是問題 這些都要先走一步 我們也先走一步 看到後來我做股票經紀 我看到Internet trading 就死了 股票經紀實死都可以 現在你看 沒有了大堂 沒有了 outcry system 每個人都看全世界的股票 一按 那些也是死 所以為什麼我去搞地產代理呢 一來就是先要搞投資 幫香港的地產 不是地產代理的人 是幫香港買賣股票 不是賣樓宇那些自住的 不要付資產 那當然是進去地產代理搞搞 幫忙 那我也看到他們 也都是面對這個挑戰 在25年前 20年前已經 有這個Internet的問題 那當然我就盡可能 發揮他們的人力的問題 人力的好處 但是很可惜的話 就這二十幾年 曾經有一段時間 我都做到事 但是最近這10年 我自己看到 那些人力就越來越差 因為Strike要Balance 我們說 要怎樣Internet 跟人可以夾合 其實很需要的 也去回Omodel 即是說 以前那些人經常都說 哎呀 秘書不用做的了 是不是這樣說 又有Word System 是不是 有Smash Shirt 現在的秘書 不知道多值錢 是不是 你夠膽去秘書 換下說 要一個科技 跟人 結合 所以換下說 每一個行業都需要 不需要擔心 所以換下說 當然 我當時 我自己覺得做得不錯 起碼基金界 都給我 用手指給我 是不是 即是說20年前那時候 但是問題就是 我走好之後 這10年 我又見到 整個行業社會 人力資源那邊 input就不夠 那我遲些再說 什麼叫人力的資源 是不是 但是 那些Internet 又好像 殺上來 我們一見到很多廣告 都是說Internet trading 這個 這個 樓宇買賣 所以換句話說 我覺得兩樣東西 都是要行的 所以換句話說 我為何要建結碼呢 結碼 我要重拾 十幾二十年前 我想搞地產代理界 相關的東西 這個兩者的結合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我過去這一年 你看到 我在網上也會做 人力上面也會做 包括最低檔的 我要和希文出來說話 這些就是人力 是不是 這些就是人氣 所以說 電腦是很強 但是做不到人氣 知道嗎 做不到人氣 電腦我冷冰冰 沒錯 人與人之間 要互相見到面 碰碰杯 沒錯 等於我們現在拿著獎 哈哈哈哈 那你電腦怎麼做呢 是不是 沒有拿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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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星期我們說 你得到獎 就開香檳 是啊 所以現在我們 不是一個Virtual的香檳 是真的香檳 沒有拿著 大家一起望梅子 操作員很害怕 看到我們 真是馬上扭一飛 飛中了Apple 操作員的頭 真的不好 所以我們就不會 大家一起望梅子渴 大家一起望梅子渴 大家拍張照 你拍張照 閃燈 是不是先 拿獎是要慶祝的 有沒有閃燈 大佬 在會展那天拿獎 很虛陷 是啊 那招很大 真的 在電腦節的主場館 所以我們在網站上面 都可以見到 好似是來新城的網站 都可以見到 會有 有 有的報章都有報章 我為何會喜歡這個網上 還要人氣大獎 就是將它們兩者結合 我們過去這一年 其實極馬做了大量功夫 就是想這兩者結合 其實在二十年前 我已經在做了 但是 因為十年前 我去到菲律賓 搞些低檔的事 就是完全搞人氣 開荒牛 跑去田海 跑去Castle 全部人是冒冤 大佬 那變成了 香港這裏 那些東西 我回頭一看 就好像差了些 是不是 我問你一樣 電腦可以做Forecast嗎 沒有可能 告訴你 現在有一些說 AI去炒股 AI炒外匯 你相信它 你就輸死 是不是 始終都是人的遊戲 那些電腦 隨時是反過來走 有些人就預視 如果AI落盤 比例越來越多 有可能 擾亂了原有的市場 運作 不是人性的操作 就變成機械性 但是有一點 你記住 機械性容易掌握 只要你問了個programmer 他怎麼設定 但每個programmer 自己的programmer 所以你講得對 每個programmer 就是人來的 所以其實都是人和人之間的競爭 和interaction 有些是進取一些 有些是保守一些 但是可能會影響到運作 大家都不知道 會發生什麼事 始終都是要兩隻結合 始終是一把刀 你不適用 拿到一個人氣獎 有人氣 人氣兼著這個internet 正是靠人氣 就不行 你想想 如果我和你拿著木箱 像你所說 在維多利亞公園 叫鬼叫馬 你沒有internet幫忙 又不行 喊完 有internet幫你發光 所以我就喜歡這個聲音 又有電台 又有facebook 又有我們把口 死靜把口